刚刚就有一种全新的疫苗 完成了最后一期的研究报告 消息一出,公司股价就直插了 究竟是什么因素令大家对疫苗那么失望呢? 它是不是真的差得那么紧要呢? 今天就一起来看看 今天要讲这种疫苗 就是Johnson & Johnson厂出的 要提一提大家,这种疫苗跟之前的两支mRNA疫苗不同 它只是打一针而已 公布出来的效果是66% 这个听下去真的跟Mondana和Visor疫苗有效率 下下到94-95% 真的有一段距离 但是能不能单纯从这个数字去说这种疫苗没用呢?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Johnson & Johnson疫苗真的没用呢? 那真的错错错了 首先就要讲一讲这个疫苗的原理 这个疫苗其实就是拿一些人类的腺病毒 就是引起一些普通伤风感冒的病毒 它就将它弄成不能复制 接着就将一些带着 制造新冠状病毒的激蛋白S protein的DNA 就擠入这个腺病毒里面 新冠状病毒的DNA就好像坐车那样了 它坐着这个腺病毒造成的车 就打进人体的肌肉细胞里面 这些DNA就进入了人体的肌肉细胞里面之后 就会跑出来 跑出来就会叫那个肌肉细胞 快点做事,帮我做一些激蛋白出来 帮我做多些X protein出来 人类的肌肉细胞不知道 它收到信息的话,它就会照做 它就会做一大堆新冠状病毒的激蛋白出来 X protein 这些X protein就会被推到肌肉细胞的表面凸出来 当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白血球就经过的时候 看到我们肌肉细胞有些一枝枝的东西凸出来 为什么有些激蛋白在这里 白血球就会快点来做事 快点来动它 从而造成一个保护效果 其实跟这个牛津疫苗 Extra Senegal的疫苗原理是差不多的 牛津疫苗就要打两针 以及它用黑猩猩的线病毒 这个研究是在三大地区进行的 包括美国、拉丁美洲和南美洲 总共有43,783人参与 这4万多人里面 什么种族都有 包括白种人 非洲裔的美国人 美国的原住民 拉丁美洲裔的人 亚裔的人 全部都有参与 其中34%的人 就是60岁以上 也有超过四成人 是有长期病患 比如血奶膏、糖尿病 或者过重这些问题 简单说 这个研究就非常之有代表性 好,那说一下结果 结果 我们分开三大地区来说 第一个在美国 疫苗的效果就是72% 在拉丁美洲 效果就差少少 是66% 而南非就最差了 只有57% 如果计算拉的平均数 它总共是66%有效 这个以打针28天 大概一个月来计算 那你问 为什么南非那里 零色差一点 那大家要知道 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 一样 有不少的人是HIV positive 即是有害兹病的 那有害兹病的话 本身的免疫系统 都是差一点 那打了疫苗 保护也是差一点的 那另外一件事 大家要知道 就是Johnson & Johnson 这支针的研究 它进行得 比Pfizer和Mondana 的时候迟一点的 在Johnson & Johnson 研究中 南非的变种病毒 已经是非常流行的了 那在Pfizer和Mondana 的研究进行的时候 南非变种病毒 应该未出现 种种迹象 显示 南非变种病毒 是比较难处理的 OK 那66% 真是一样 那大家看这些报告 要看得清晰 看得仔细一些 那它说的 那个有效率 就是Johnson & Johnson 这支疫苗 是预防一些 中等至严重病症的 COVID-19感染 而Mondana和Pfizer 它们的94-95% 是指所有 任何有症状的COVID-19感染 分别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 当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状病毒肺炎 如果他有病症的话 可以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病症轻微 可能最普通的 例如流鼻水 有些喉咙痛 头痛 咳嗽 等等 好像双方感冒 也有可能是中等程度的病症 有肺炎病症 会气喘 或者有些轻度的缺氧 也不算太严重 那些 当然也有些是真正严重的 即是说severe case 就包括有呼吸衰竭 或者其他的器官衰竭 或者需要进入深切治疗部治疗 当然包括死亡 这些又为之严重 其实Mondana和Pfizer 就是包括1,2,3,3,3种 即是说全部的病症 轻微,中等,严重 它都算在一起来 至于Johnson & Johnson 他就剔除了那些轻微病症 即是说那些轻微病症 他就不算的 这样 他只是算 就疫苗能够有多有效预防 一些中等至严重的case 所以大家要明白 那两支Mondana疫苗 和Johnson & Johnson疫苗 它的量度的end point 是不同的 其实我觉得 反而Johnson & Johnson 这个研究的报告 没有那么发水 比较实际一些 原因就是说 其实我们打疫苗 都是不想那些人 有严重的COVID-19感染 不想他进医院 不想他死亡 那如果一个疫苗打了之后 预防到一些中等至严重的病症 就像这个Johnson & Johnson疫苗 那样 但是预防一些普通 轻微病症的COVID-19感染 比如有些咳嗽 一些伤风感冒 那些病症 那些 不是很厉害 预防一些轻微症状的话 不重要 因为那样东西无关痛 对于整个疫情来说 而事实上 如果我们剔除了一些轻度 或者中度严重的COVID-19感染 只是计严重的COVID-19感染 即是计严重的COVID-19感染 例如进入ICU 死亡 那些个案 Johnson & Johnson 这种疫苗 它整体是85%有效的 大家要留意 这里包括在美国 拉丁美洲和南非 刚才我说过 南非里面 已经有南非变种病毒 计算在这里 就是说 Johnson & Johnson 这种疫苗 对付新的南非变种病毒 仍然是相当有效的 即使在南非有这么多的变种病毒 它能够预防严重的COVID-19感染 防止他们进入ICU 入院和死亡 效率仍然是相当高 达到85%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 这支针只不过是打一次 打一剂 跟Visor、Mondana打两剂是不同的 Visor、Mondana所谓94、95% 要打两个针才有效果 它打了一针 已经85%能够预防一些 严重的COVID-19感染 其实这个针相当不错 另外一件事 Johnson & Johnson已经说明了 就不会用这支针来谋利 所以它设定的价钱 它就不会超过10美元一针 这个跟Mondana和Visor那些 这么贵已经差很大 它跟牛津疫苗一样 它只需要普通冰箱的温度 不需要像MRNA疫苗那些超低温储藏 所以我觉得这支Johnson & Johnson疫苗 分分钟是整个疫情的game changer 因为说MRNA疫苗 Visor、Mondana那些 它94% 就是说你在一个完美的情况下 才会产生这些效果 就是说不要听 就是你在运送过程里面 比如你的温度可能保持不到 那去到打的时候 可能效果已经没有那么好 去不到94% 95% 还有它要打两针的话 那我们打开针的就知道了 凡是要打加强剂那些 打第一针之后 有一大堆人就不会来打第二针的 就是他觉得不方便来也好 打完针第一次 有些不太好的反应也好 或者那些针很贵也好 你要打两针才有九十多% 很多人分分钟打了一针就不打了 所以其实就未必真的达到95% Johnson & Johnson这种又便宜又方便 只是打一针又很容易储存的疫苗 其实就有很大的优势 它的估计应该升不是跌的 好了至于说到副作用那方面 大家现在知道 mRNA疫苗 譬如Mondana 很多时候它打第二针 就反应比打第一针更加明显一些 有些人都觉得挺辛苦 可能发烧、发冷 就累得挺紧要 那这种Johnson & Johnson疫苗又怎样呢 全体来说 副作用真的不太大 只有9%的人有发烧 而且一比较之下 两组一相比 即是说在研究里面 有一组是打疫苗 有一组是打安慰剂 可能是打盐水的 他们发觉 打盐水 即是打安慰剂那组人的主要副作用 就比打疫苗更多 那些人 即是说 这个疫苗的副作用应该相当小 才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当然呢 这一刻呢 我们只是有药厂的记者新闻稿 所以呢 我们都要等他出一些正式的Paper 在这个医学期刊刊登 那我们才能够有完整的数字 不过我都劝大家拭目以待 又不是叫大家留底买他的股票 输了不要赖我 那我们这个医学频道而已 好今天就说到这里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